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300亿就不是这个财政年度用的 就准备预留给日后用的 是怎样花的呢? 原因是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一个 长远的未来20年的安务服务计划方案 所以政府就打算给一个定心院给我们 给普罗大众知道 政府真的有诚意落实我们这个计划方案里面 那20条大的建议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就很欢迎 就是政府做这个措施 就给我们安务说服务委员会 和普罗大众知道 政府真的有决心去改善现在我们的服务 300亿是摊分这么多年来用 还是会好像基金形式那样去做 令到老人家可以每年都有机会 看到是可以改善到服务的呢? 是 其实300亿你说多就不多 说少不少的 其实我们用在长者身上的直接的服务 其实我们每年都需要几百亿的 就是无论在医疗 在社会服务里面 但是那300亿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是新钱 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改善的措施 或者我们想试验一些新的服务的模式 或者我们要做一些研究 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有钱用 以至于我们可以加快改善 还有真的如果我们需要 看到哪一方面有一些 立刻可以做到的事 那我们就立刻有钱可以用 你们事务委员会都做了一些研究 都咨询了一些市民 你们建议有哪些方面 就是老人家或者有需要的人士 那个服务是最需要加强的? 其实我们主要是看到两方面的 当然里面有很多细节的 但是大方向就是 一个就是居家安劳 一个就是软舍质素 居家安劳这个共识就很清晰的 因为我们听到很多市民的意见 都说我怎么都不喜欢住老人院 我宁愿在我自己家里面去安劳 所以在社区照顾那方面 我们要加强 无论在那个量那里和在那个质 以至于我们真的帮到那些长者朋友们 可以做到居家安劳 那软舍又是一个大的关注来的 我想大家都明白 就是我们始终有一批的软舍 那质素是比较参差一点 是 所以我们怎样能够是改善到 这些软舍质素呢 都是来着我们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关注一下老人院软舍 之前都有一些事件出来了 就是可能对于老人家来说 不是服务不是那么好 也都可能是流感期间的时候 可能也都会有很多 会有老人家在软舍里面过身 就是家人都会比较担心 这方面你们认为 怎样是用多少钱在这方面去改善 还有怎样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每一年有一个计划是见到 人手也都是一个问题 请人他们经常说请不到 是呀 对呀 Nathalie你说得很清楚 就是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 真是大的 其实几方面我们都要改善的 在监管那方面我们要改善 所以在监管那方面 我们都建议了政府一系列的 改善的措施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条例的修订 我们都听到市民的声音 就是我们都是要提升 整体软舍的条例的要求 所以这方面我们都会建议 政府就是尽快去开展 这个条例的改善 但是最重要呢 我觉得都是要找出 那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Nathalie其实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软舍有很多种 经常提到软舍质素有问题的 其实是一些最基层的 我们叫做牌照的软舍 而在这些软舍里面 其实八成的住客的老人家 其实是拿着纵援金来去入住的 那纵援金他们大概拿到 七千多八千元左右 我们评估过 就是以这个的价钱 其实都很难营运到一个 好的质素的软舍 那我相信这个才是 那个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我们真的要抽屎摸件 去想一下那些政策 在哪些地方配合得不好 还有我们为什么我们香港 那么多的老人家 需要用纵援金来去入住这些软舍呢 就是子女给不到一些合适的费用 还是其实那个软舍的牌照上面 或者是服务的监管都出了问题 其实就不是的 其实就是那个根源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也举一个很简易的例子 大家就会明白 其实老人家无端端我们去访问的时候 个个都说我不想住软舍的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人家是住了入软舍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在居住的问题的方面 我们出了问题 有很多老人家就其实是因为房屋的问题 就入住了在这些软舍里面 其实他的心愿可以 其实他想继续留在家里面的 只不过因为那些子女大了 他又成家立失了 不够地方住 那怎么办呢 原来有一个安排就是 我可以离开个家庭 我就自己一个人住 就可以申请到纵援 又可以入住到老人院 那好像对他们来说 老人院就是他们解决他们房屋的一个方案 所以这个第一 我觉得不理想我们需要改善 第二 确实里面有一批的长者是真的体弱的 那意思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就 身体突然间差了 或者中风好或者其他病好 进了医院 但医院不是被你想着长住的 那始终有一天都要出院的 那出院的时候 又不知道怎么办 家里又不会照顾他 又可能家里也有些地方需要改装 其实他才能住得到 那家人也可能 临急临忙又没有办法 可以在那段过渡时期里面去照顾到他 那一个容易解决的方法就是 原来又是可以拿纵援金 就入住这些远蛇里面 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 如果我们社区照顾做得好 特别那些过渡性的社区照顾做得好 就是一个短时间 但是我们支援到这一批的老人家 其实很有可能他们就不需要住院蛇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在我刚才说房屋问题 和社区照顾 这两范里面我们做得好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其实不用那些老人家 要靠一个本来不应该拿来做 长期护理需要的纵援金 来去入住这些远蛇 你们的方案是想着怎么解决 听上去都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是呀是呀 怎样去用一支针 或者吃一粒药 就解决了整件事呢 最可惜就是 真是一支针一粒药 就解决不了 其实要很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我们 其实现在我们那些建议 有些方案我们现在路路续续 我们都是尽快提出 就是已经走着了 举例就是我们用软舌券 其实软舌券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方案去解决 刚才我说的那些真是体弱的老人家 他就不需要用纵援金入住软舌 入住这一类型的牌照软舌 因为软舌券那个面额 就有一万二千元 如果计算其他的辅助金 其实可能不止了 你想想一万二千元肯定 就好过七千多 所以他就藉着这一万二千元 就可以入住一些更加优质 夹一级以上质素的软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 比较快捷的方法 去帮这一批 差不多有七千个的老人家 住在这一类型的软舌里面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社区照顾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大力推行 不同类型的社区照顾计划 最近关务基金也都出了一个 就是专是针对过渡性安排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 入了医院 出院那一刻 就是几个月时间 怎样能够承托着这个老人家 支援家人 真是入屋帮这个老人家 怎样照顾 甚至乎洗澡 吃饭的问题 简单互利 甚至乎做一些简单的 居家的改装的工程 令到家人可以真是接回老人家 回家 我相信如果这些服务是到位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听你这么说 都是想着 是想着将那三百亿建议给政府 都是钱跟着那些老人家走 是 刚才提到 就是说会有七千个老人家 就在那个过渡期里面 可能就不需要即时申请重管 可能就会用一些叫做院舍券的形式 是 但是经常都说 甲一级的院舍 就是排长龙 由将军奥排到他很远 那怎样可以增加缩委方面 又怎样去配合到 没有你们这个措施 这个挑战是大的 我也明白 香港地少人多 其实我们面对找地去建老人院 确实那个挑战是大的 所以在我们的建议里面 我们都是建议政府 日后我们要重置这个规划 那个比率在里面 以至于真是以后任何的新发展区 我们都要有一些老人设施 近这几年政府就用了一个新思维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服务机构它自己本身拥有地的 或者它有些物业的 政府就付钱 就让这些NGO服务机构 就用它的地 用它的设施 改装 改建 新建 所以我们未来这五年至十年 其实我们已经有七八千个长者宿位 是陆续落成的了 所以这七八千其实就挺帮到我们的 不过都是不够的 Natalie 你说得对 都是不够的 所以始终我们是需要压缩香港的住宿需要的 就是我自己是院舍的住宿需要 因为现在香港已经有一个No.1 不过这个No.1就不是几好的 其他这些是几好的 不过这个不是几好的 就是我们是全世界 长者住在院舍里面的比率是最高的 人口最多好 是的 不关人口 就是我们的比率 就是我们有6.8个百分比的老人家 住在院舍里面 其实先进国家最高的 都是大概5个百分比而已 怎样都不会去到 现在香港接近7的 所以里面我们一定要抽屎剥减解决的问题 就是其实老人家一方面又不想住院舍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老人家 入住在路舍里面呢 所以房屋问题要解决 还有我们的社区照顾真的要做好 好 那和林医生先谈到这里 稍后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讲清讲楚 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安劳事务委员会主席 林郑财医生 刚才林医生你就说到 说我们香港有7%的老人家 住在院舍里面 还有些人排队 实际上等院舍 或者准备接受院舍服务的老人家有多少 我们还欠多少院舍的床位才足够 是 我们确实现在还有几万个老人家 正在等的 平均我们都要等两年左右的时间 才进入院舍 我们最近都去过日本看 原来日本都差不多 都要等两年的时间 而日本就是有长期护理保险安排之下 都还要等两年 所以我们预计到 即是未来人口老化 我们都是跟着日本的趋势去走 当我们整个社会 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老人家的时候 其实如果我们继续用现在的模式 我们的需求是会增长得很快 我想好像我刚才说 大部分老人家都不想住院舍 所以我们其实始终都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高企了 我们住在院舍里面的百分比 我们怎样能够压缩到这个百分比 我们真是帮到那些老人家 能够居家安劳 那就少那些老人家 需要排队 那现在在政策上和安排上 都有些地方 我觉得需要做得好些才做到的 一方面我刚才说了很多 就是怎样改善居家安劳 社会社区照顾那方面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就是在评估那方面 我们都要做好功夫的 因为现在我们给一个很混乱的信息 给家人和老人家 因为我们评估一个老人家 他真的有没有需要做长期护理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是跟他说 其实你居家安劳也可以 住院舍也可以 那些市民一看到 咦 死火了 如果我排队要排两年 那现在是有得选 但是我怕到我真的想选院舍 就没得入院舍 那我不如早点选定入院舍 排定队先 所以这样的缘故 就是其实跟普遍市民的意愿相违背 其实你是真的想居家安劳 不过现在就在排队去入院舍 会不会收紧老人家轮后院舍的政策 真是怎样去识别 真是有需要进入院舍 和改善 你现在的社区服务就是改善 未改善到 所以他们就心急要去排队先 所以这里也是要两条腿走路的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 我们真是社区照顾要做到到位了 那就是我们真是要能够做到社区照顾 基本上不用怎么等的 那老人家就很安心 举个例子当我入院出院了 那立刻有社区照顾 帮到我 我又真是可以在家 是辛苦 我刚刚病完 回来 但是已经有人来帮到我 支援到我 以至我可以留在家里面很安心 另外一条腿就是 我亦都有一个很好的评估机制 那个机制是很灵活的 很适时的 如果我身体再差一点 我就立刻有院舍能够安排到 或者就算不是立刻安排到 都至少立刻评估到我 我是那个时候就是需要有院舍的 那再加上多一个措施 就是那些紧急入住的需要 就是举个例子 我突然间差了 我真的在家里照顾不到 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我有些紧急位 能够照顾到我的话 那我相信普遍市民就会很安心 那其实大家想像一下好像医院那样 我们不会在医院门口排队 说我要有一天 我不知道什么时间 不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入医院 我现在排队先 不会的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信心知道 是急症室要等久一点 不过无论如何 我都看到医生的 如果有需要 无论如何 无论上面开帆布床好 如何加床好 医院一定会收我入院的 那其实就是这一份的安心 就给到普罗大众知道 我不需要在医院门口等的 我不需要在那里论队的 那我都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安务服务都能够做到这样 现在社区服务 譬如找一些支援 譬如找一些护理员 有医疗知识的人上门去照顾老人家 都是比较短缺 什么时候你们的委员会 安务事务委员会 什么时候觉得是有一个 真是到位的时候 譬如五年 十年 如果说服务 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服务 一个人受 如果说服务 对我来说 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就是 真是零等候时间 因为你想想一个老人家 好像我刚才说 入院出院 一天都很长的了 对他来说 如果对家人来说 就算他有子女肯在家 照顾老人家 他真的不懂 那怎么办呢 真是 现在要等多久呢 现在呢 那些传统的服务 我们需要等十个月左右 嗯 不过呢 现在都好了 我们有一些离院计划 还有我们迟些 也都加上这个 过渡性的计划 嗯 那再加上 其实坊间都还有一些 不同类型的服务 加上加上 其实都顶着一下都可以的 嗯 但是始终对我来说 十个月呢 都是太长了 嗯 那真是希望能够 真是压缩到呢 就是 短到甚至会 就好像我刚才说 不需要等的 是 我们一离开那个 離院服务之后呢 就立刻是可以 涵接得到 那这个服务层面 我自己的期盼就是这样 还没看到几时呢 但是 我觉得这个呢 比起院舍呢 就容易做些 是 唯一要解决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第二个问题 人手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 我有那三百亿 不是我的 其实是政府的 政府的 但是那三百亿 我可以真的 运用来去增加 这些的社区照顾 嗯 但是问题就是 就算我开多些 这些照顾队 嗯 我那些照顾队 请不请到人呢 是 那其实这个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这个挑战 我们在报告里面 都有提的 其实我们 最近去看日本 日本正正 就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人口老化 其实包括两样东西 除了人老了之外 劳动力 就是我们劳动力下降 始终我们是不够人 去照顾老人家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在报告里面 都很大胆地建议政府 没错 我们要改善很多方面 包括吸引年轻人入行 是 改善那个聘用条件 无论什么 或者亦都应用多些的科技 帮到真的这个人手短缺的问题 但是做完这些 我们估计都不会救人 所以我们怎么都要研究输入外露 就是 刚才提到 就是我们转一个 topic 就是转一个话题 就是可能是住在老人院的 就是经常都不够床位 是 譬如回到家里养病的 又不够这个社区的护理 是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申诉专员 就主动调查了一个人 就是复康巴士 是 原来老人家如果现在真的在家里 如果他们 或者是残疾人士 他们需要在家里去医院 或者去其他地方 他们需要预约一个复康巴士 就是由政府提供 是 这方面的短缺都很不够 是 等一架福康巴士 要等多久 他不是说要等多久 反而我看的报告 就是他说 有很多都被拒绝了 因为其实很多都不能等的 他说要复诊 下星期要复诊 没有就没有了 就是我等都没用的 反而那个 就是期后退出率是偏高 那意思呢 就是 其实我让不了 就是我想复诊 但是我认不了旗 那我都觉得这个是不理想的 就是特别如果从老人家的角度 老人家最多就是复诊 是 那我举了一个例 就是政府最近不是推了 不是最近 就是前几年 都推了这个两银鸡计划 是 那其实我们立刻发觉 老人家其实很喜欢出街 是啊 现在我们平均呢 我们每日有一百万人次 是用这两银鸡计划 是 老人家 是 那我们未来我们都会研究一下 他们出街做些什么 不过我们估计呢 其实他们有很多交通上面的需要 就是探一下孙好 或者探一下朋友好 或者出街去做 运动也是好的 但是当然 如果看弱那些怎么办呢 那既然 其实我们发现到 长者的交通的需要是这么大的话 我觉得不同类 不是一定服康巴 但是不同类型的交通设施 怎样能够帮到一批行动 没有那么方便的老人家出门呢 我觉得这个呢 我们都要研究的 很可惜我们今次报告呢 我们就没有说特别针对这一方面 但是我都希望日后呢 我们都可以详细看下这个问题 但是调查报告里面就提到 就是服康巴士这一方面呢 就运输署和勞工 就是勞福局呢 就当了是 将这个政策呢 就淡化为理念 原本呢 他应该密密地推出来 但是呢 就现在就是 变成一个崇高的理念 一种理想 就是不知何时才可以 安老市民委员会会 怎样建议政府 我们的建议就很清晰 我们甚至乎不是单是 看服康巴 我们的建议政府呢 就是我们日后 每一个社区 无论大社区小社区 都应该是长者友善的 是 其实长者友善的意思就是 你想想我们日后的社会 三个里面就有一个长者 那你不友善 就是你对他们不友善 其实很大问题的 你对三分一人不友善 就是所有交通工具 都应该老人家容易上落 是的 无论是巴士小巴地铁 其实都应该是便利老人家用的 那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走到这一步的话 反过来 我们对服康巴士的需求 又会低一点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错 是个崇高理想 但是这个崇高理想呢 我就建议政府尽快推行 好 多谢林医生今天上来和我们 讲清讲错的 明早再见 gu上 AH 你看 你 这样